各級學校的校長們認真的練習模擬射擊 雖然部分校長年輕時當過兵也拿過步槍 但因為年代太過久遠 因此無法馬上上手 在士兵的指導下順利發出子彈擊中目標 今天來體驗好像又回到以前 當兵時候打靶的那種感覺 不過現在的武器跟以前的不太一樣 以前我們都是武器步槍 感覺很新鮮 滿不錯的 為了讓校長們重溫軍中學習生活 教育局將學校校外輔導聯繫會議 拉到陸軍第十軍團586旅來進行研習活動 會中也特別安排大家搭乘裝甲車 以及體驗國軍最新型的電子模擬射擊 其實現在小孩子對讀軍校都已經滿感興趣了 所以因此給他們另外一種管道 另外一種選擇 所以我會跟他們比較正面 或許告訴他們 那麼也希望他們如果有機會的話 其實可以來投考軍校 我們現在原來的意義的徵兵制度 漸漸會改為募兵的制度 所以好的人才 事實上也值得考慮投身從軍 教育局局長表示 藉由難得的機會讓校長們對於軍中的生活 能有更多的認識 也鼓勵青年學子勇敢朝向軍旅生活 增強國家防衛力 記者 田兆偉 台中常報導 記者 田兆偉 台中常報導 在登場的入 medic上 和軍補兵成 記者是